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 1914年,杨梅的叫卖声标志着初夏的到来 喜和买了两筐杨梅,一筐留给家里,一筐送给邻居分享 其中最好的一只杨梅,被她挂在门厅 这是专门留给丈夫付田的 高知县的人都知道,喜和是最好的妻子 端庄贤淑,温柔和善,备受淋漓喜欢 但这样美好的女子,却嫁给一个从事卑贱职业的一级中介人 付田靠买卖女孩未生,为人所不耻 喜和也常为她的职业而感到羞愧 某天,付田在路上看到一个男人要将小女孩卖出国 小女孩抱着栏杆不撒手,为此挨了不少打 付田当下便像个英雄一样救下女孩 还阔气地把近一个月挣到的钱都给了男人 算是他买下女孩 女孩穿着带有菊花图案的和服 傅田给她取名为菊野,交给喜和服养 菊野害怕上厕所,不会用筷子吃饭,不会刷牙 而且自来到家里一句话没说过 完全是个野蛮人 但喜和从未和她生过气 还和歌嫂借布料给她做和服 并说,如果我连这个小野兽都能服养 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值一提了 嫂子为她抱不平 傅田在外人面前扮演王子 但在家里却让你受委屈 没几日,傅田又带回一个女孩东阳 东阳与菊野不同,不会被留在家中 而是要送到京都做异计 东阳母亲咳嗽个不停 虚弱地拜托喜和多多照顾东阳 东阳十分懂事 无饭时,喜和叮嘱她多吃一点 去了京都就不能吃这么多了 东阳却看着饭流出眼泪 喜和以为东阳是因为不想去京都而哭 东阳却说,我在这吃热腾腾的白米饭 而我哥哥,妹妹没有东西吃 我羞愧,怎么吃得下去呢 喜和舍不得这么懂事又勇敢的女孩 她想说服傅田留下东阳当局野的姐姐 傅田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毕竟她已经找好买家,能赚不少 穷人没有别的办法出头 东阳只有把自己卖掉,才能帮助她的家人 东阳走后,傅田让喜和去接济东阳的家人 根本不去想,她在外面逞英雄花光赚的所有钱 现在家里的米粮都是喜和与哥嫂借钱买的 而且米已经见底,自家都不够吃 喜和无法拒绝傅田的要求 拿着最后一点米给东阳母亲送去 到了才发现,东阳母亲已经去世了 那根木桶成了她最后的归宿 喜和在震惊中打翻了米碗 东阳的妹妹们立马扑过来,就着泥水吃米 喜和回去后就病倒了 她觉得自己是遭了报应 如果自己不犹豫,快点将米送过去 东阳母亲也许不会死 傅田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 整个日本都是如此 如果我可以停止这肮脏的职业 我会停止 我没停下来,是因为她可以挣钱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工作 但贫穷是种病,会腐蚀人的心灵 你,我,孩子们,都不可以那样生活 说吧,傅田就离开了 菊野端着餐盘上来 这是她特意为喜和做的 曾经的小野人,在喜和身边耳濡目染 成了得体的小姑娘 也说出了她来到这个家的第一句话 妈妈 时光荏苒,眨眼间就是十二年 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发生了很多事 菊野出了成漂亮的大姑娘,有了追求者 次次小小年纪就逃学,夜不归宿 长子生病无法上学,终日郁郁寡欢 东阳成为京都最有名的异季 如今回来,做了高知县黑道大哥古川的女人 高知县所有异季院都要经过古川的审查 傅田的异季院也不例外 为了获得古川的喜欢 傅田决定高价从外面请个歌女 至于请歌女的钱,就要由喜和来想办法了 喜和在外面东拼西操 并卖了自己的和服与配件 将钱交给傅田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歌女的演唱俘获了许多人 也包括傅田 久经风乐唱 东阳一眼看出,傅田对歌女很有好感 他私下找到傅田 依偎在他怀中说 我至今记得你当初买我的差务是种缺点 傅田说了 只要你忘了嫉妒并决定回去 他会离开歌女的 另外,傅田还是觉得和你很难相处 但只要你答应接受孩子 他就没问题 喜和这才知道歌女竟然怀孕了 而傅田恬不支持地 要求他抚养歌女的孩子 中间人丝毫不理会喜和的崩溃 继续发表着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 你不接受的话 知道傅田会怎么看你吗 他甚至不会以由你这个妻子而骄傲 你要站在傅田的角度看问题 你舒适的生活 都来自于数以千计的女孩的痛苦 你怎么能当这些都不存在 自己过着小贵族的日子呢 傅田喜欢歌女 难道不是因为他想要个有反应的妻子吗 喜和再也听不下去地反驳 那还来找我干嘛 如果我对他没用了 那让我走好了 我说什么都不会接受那个孩子 除非我死了或者杀了他 在楼下偷听的傅田 文言冲上来对喜和动手 大文 他用一副吃大亏的模样说道 我会离开歌女 你要不愿意抚养孩子 我就雇个保姆 喜和心灰意冷 住在歌嫂家不肯离开 长子向来体贴喜和 他觉得喜和之所以不愿意回来 是对这个家心灰意冷 他特意去赌场叫弟弟回家 让弟弟懂事点 然而 弟弟继承了傅田的自私 不仅不回 还把赌博的原因 归咎于家庭不幸福 两兄弟在赌场里拉扯 惊动了赌场的人和黑道大哥古川 古川带着一群小弟欺辱长子 还说 你父亲就是个皮条客 不折不扣的败类 你和你弟赶紧滚 长子不能容忍父亲被羞辱 大声反驳古川才是败类 因此被群殴之吐血 弟弟一怒之下拿着匕首冲过来 喜和接到消息赶往医院时 长子已经去世 他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傅田告诉喜和 长子死前一直在喊妈妈 喜和抱着长子一个劲地道歉 傅田冲出医院去找古川报仇 喜和立马追过来拦住他 我们还有其他孩子 你出事了 次子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依靠你活着 傅田只能选择隐人 他赶去警局 次子应杀人被抓 被判入狱九年 喜和原本完满的家破碎 他搬了回去 也默认了歌女孩子的存在 而傅田极度自私 对每个女人都很残忍 歌女刚生产完 女儿就被抱走 她也被送到别的城市 傅田给女儿起名为灵子 请了保姆专门照顾 家里所有帮工都围着灵子转 认定灵子是傅田 目前唯一的孩子 是以后的女继承人 喜和在家里毫无存在感 直到那晚 喜和从噩梦中惊醒 发现保姆睡着压着灵子 灵子的呼吸微弱 喜和抱起她抢救 当灵子歪歪啼哭 喜和喜极而泣 感觉就像是自己生了个孩子 喜和从内心接受了灵子 将她当女儿照顾 时光的齿轮飞速转动 十年后 灵子已经成为小学生 还当了班长 养女局也嫁给追求者 走出这个家 傅田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靠着捐赠喜白 成为高志贤 备受尊敬的大任务 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某天晚上 一伙人持枪械袭击了她 车夫为救她 付出生命 喜和得知傅田遇息 一着急救兵复发 疼晕过去 这时 所有人才知道 喜和的子宫 长了个很大的肿瘤 经常出血 疼痛难耐 喜和的情况危急 心跳微弱 局也配在手术室 让护士怎么拖 都不肯出来 傅田包扎好伤口 守在手术室门口 跪地前程祈祷 能有奇迹发生 让喜和好起来 家里的工人 悉数照做 也许是祈祷起了作用 喜和挺了过来 在病床前 傅田握着喜和的手 两人时隔十多年 找回了昔日的温情 喜和重新喜欢上傅田 对他和未来 都抱有极大的希望 可傅田 仅仅是去调研 护他而死的车夫 就看上车夫的遗伤 此时的喜和 还对此一无所知 正欣喜着 赤子出狱来探望他 只是令喜和 没想到的事 赤子已经出狱半月有余 还在傅田的主持下 完成了婚礼 赤子提出 接喜和与妹妹灵子 回家一起住 喜和甜蜜地拒绝了他 傅田说过 要让他们母女 住进他心脉的楼房 赤子却告诉他 情况有变 新楼房已经住了别的女人 父亲越老越强壮 身边从来不能没女人 别在他身上 花太多心思 他就是他 我们是我们 赤子带走了灵子 喜和赞助医院调养 但他还是不甘心 一个雨天 他偷偷来到傅田的新楼房 亲眼看见 他抱着一个女人 小意柔情 傅田也看到了喜和 可他的眼神 只停留片刻 便转身进门 喜和对傅田 彻底死心 再也不抱任何幻想 出院后 喜和来到赤子家 结果看到赤子一家 悠闲地享受 林子小小年纪 像个庸人一样 干着杂活 这是喜和所不能忍的 他愤怒地扔了水桶 仇恨地看着儿媳 赤子出现 冷漠地告诉他 父亲把这个家 全托付给我 楼上的主卧应该握住 你和林子搬到次房去 另外 家里所有钱 你也要交给我掌管 我每个月会给你抚养费的 你要不同意 就去找父亲谈 父亲已经完全不要你了 我想原因 一定是你平时老是责备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调和 我会和父亲做做工作 可喜和这辈子 都不想再看到傅田 他和林子彻底搬出傅田的房子 住到了哥哥家废弃的库房 也不再接受傅田的每一分钱 以胡纸和为生 贫困的日子里 喜和靠自己的双手 为林子撑起一个家 母女俩整日笑嘻嘻的 感到满足又幸福 反而是傅田什么都有了 却整日黑着一张脸 某天 一记东阳告诉他 曾经的黑道大哥古川 如今已经落寞 无法再给他买漂亮衣服 他决定离开他 他就是这样势力的人 傅田身边围满了 像他这样的女人 只有喜和是最好的 傅田如果抛弃喜和 将永远找不到最好的 傅田愤怒地离开 他从不觉得自己要靠女人 反而是喜和 只能依附着他生活 所以他对喜和 做了一切坏事 但从不抛弃他 可现在喜和用实际行动证明 没有他 他和林子也可以活下去 傅田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为了逼喜和 主动回到他身边 他找到喜和的哥哥 以这些年 借给哥哥很多钱为友 让他把林子带过来 母亲是离不开孩子的 只要拿捏了林子 傅田不担心 拿捏不了喜和 哥哥去劝喜和 可无论怎么说 喜和始终不肯交出林子 也不愿意回去 对傅田卑躬屈膝 不吵不闹 也不在乎 傅田最终没有看到喜和 红着眼眶 载毁了卧室的所有东西 深深的挫败感和痛苦包围着他 而喜和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孤家寡人 欺负 但他果断而勇敢地 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不急不躁 温柔坚定 赵氏武社英雄之道 续行权主演的剧情片 改编自公伟登梅子的同名自传题小说 关于影片 洛洛曾看到这样一个热评 男人榨取女人的生育成果 家庭劳动 时间 精力 资源 束缚了女人的整个人生 如果不是夫妻 谁又能让自己受这样的剥削呢 加上家庭的外衣 一切就都合情合理了 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 对婚姻的态度很悲观 却道出 日本乃至所有亚洲国家 几千年来 一种病态的夫妻关系 婚前是情侣 可以进入婚姻 一不小心就把夫妻关系 转变成了母子关系 妻子变成了任劳任怨 照顾家人的妈妈 老公更像是儿子 所以就容易去外面谈情说爱了 随着女性地位和见识的提高 这种不平衡感 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姻失望 这几年 兴起一种与母子式婚姻 截然相反的婚姻 拼婚 所谓拼婚 就是两个有结婚需求 又找不到合适另一半的人 拼个婚 领个证 在形式上组成一个完整家庭 拼婚后 彼此互不干涉 无论是生活支出 还是抚养孩子 都是AA制 婚姻只是一种合作 没有感情 没有期盼 更不需要隐忍 但这两种婚姻 无疑都是将就 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 不如意的婚姻 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竞争讹斗 不得安生 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无论男女 选对伴侣 都是极其重要的 好的伴侣 值得我们花更多时间 精力 耐心 去等待和寻找 而等待与寻找的时间 也并非浪费 正是我们认识自我 提升自我的大好时光 若遇见 彼此珍惜 若未见 自我闪耀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 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我认识